我今天要分享的是 我們窗外的這個IP camera 要怎麼做YouTube的直播 這個很多的限制條件 我們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這個IP camera 並不是所有都有提供什麼RTSP 或HTTP那些的網址 比如說你像買那個小米的那種 很便宜的讓1000塊以下 一兩千塊那種IP camera 他就有提供你手機可以觀看 他並沒有提供什麼RTSP HTTP的一些串流 所以你在使用之前 你一定要確認你的這個IP camera 有沒有提供RTSP或HTTP 要怎麼測試呢 很簡單 你就用你的電腦的這個VLC做測試 將你的這個IP camera 的串流 看是否可以在這個電腦的這個VLC 這個播出來 如果可以的話 表示說你這一支IP camera 他有支持這個 RTSP或HTTP的這個格式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呢 YouTube的直播啊有分成 立即直播跟排成直播 那麼我建議是採用這個排成直播啊 因為你排成直播 你在做直播之前 你可以將你的封面圖先放上去 如果你用立即直播的話 那個封面圖沒辦法放上去 立即直播的好處就是他的 金鑰啊永遠是不會變的 所以你只要 按上一些特別的機器 插上電之後 哇他就自動直播了 你也不用去做什麼設定 有的沒有的 那排成直播的話 你還需要按電腦按下去才可以 好差別就這樣子 那麼我今天就用這一支 海獅的這個IP camera做示範 他的網址是這個 RTSP 192.168.1.17 我等一下 會從剛剛我講的在VLC測試 然後呢進階道說 怎麼做直播 這個直播我不透過電腦 我透過這一個 Febon的這個RTSP的直播盒 所以呢我等一下這個 IP camera連線到這一個直播盒 這個直播盒直接去面對這個YouTube 然後呢去做這個24小時 或者是 這個一天的直播 啊另外再跟大家補充一下 YouTube的直播是這樣的 如果你超過12小時的話 他仍讓你繼續直播 繼續直播沒有問題哦 只是他就沒辦法 看歷史的紀錄了 如果你是在12小時以下的話 那麼 這個直播是有提供你這個歷史紀錄的觀看 那就看您的需求囉 我建議是採用12小時以內 因為他幫你做備份 你可以回頭看這一個 歷史的紀錄 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我們開始 首先第一步啊 要先確認你這支IPcam 他是否有提供RTSP 或者是HTTP的串流 那麼請你先連上這個有線網路 然後上電源之後 他的網域是這個192.168.1開頭 所以你的路由器也是要192.168.1.1這樣子 就完全看你這邊的網域是怎樣的 ok那我建議是用192.168.1.1的這個路由器啊 因為這比較 符合我們這一支的直播的設備 我等一下要跟大家講一下 好然後呢 我們就 連線了嘛 然後就到電腦打開這個 這個VLC 好那VLC之後請你就播放剛那個網址 就把他貼上去 這網址是什麼 這網址就是這一支IPcam 他的RTSP的網址 每一支的網址是不一樣的 那以這一支為例他的網址是這樣子 好 所以你就去做測試 去按播放 哦你看 他可以播放了你看 播放的出來你看 他會有延遲 這樣子 好表示說這一支IPcam 他可以在VLC播放 意思就是說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這一個 直播的盒子 做YouTube的直播 好第一步確認完之後呢 我們就 連接 將這個IPcam連接到這一個直播盒子 好那怎么做呢 先將電源連上去 這個地方12伏特 然後也要連這個有線網路 這個網路啊都是在同一個路由器上面的 這個的路由器跟IPcam的路由器 跟你的電腦都是在同一個網域 都同一個路由器 等他開機吧 他會先出現Fabon的logo 大概10秒鐘12秒鐘 他就會顯示 這一個設備的IP 你看他的設備IP叫做192.168.1.217 然後呢 表示說什麼 你的路由器一定要是192.168.1.X開頭的 才可以使用 你看都一樣 前面的網路都一樣 好 我們先打開這個瀏覽器 然後你打一個網址 一個網址叫做192.168.1.217 然後後面打IPcam這個東西 按下去 好 請你將 你的這個IPcam的這個網址 RTSP這個網址把它貼上去 好 這時候呢 打上去之後請你按保存 保存之後呢 表示說這個網址啊 他會貼到這一個盒子裡面去 那我們繼續在 做一個設定 打開這個 192.168.1.217 然後呢 密碼就是admin admin 進去之後 你會先看到的是一個畫面 你看 他這是一個預覽 流暢度大概一秒鐘 大概就 兩三張而已 表示說啊 這一個IPcam跟這個直播盒子是 順利連上去的沒有問題的 好 那我們繼續要 測試的就是 將這個直播盒子 怎麼跟你的youtube做一個連結 我們去做youtube直播 按這個有個叫做進行直播 按下去 進行直播之後他會出現這個畫面 請你按這個立即直播這邊 這個按立即直播 現在就是立即直播了 然後呢 這個金鑰是不會變的 你看這個金鑰是不會變 所以呢 我只要把這一個 RTMP跟金鑰 Copy到我這一個 這個盒子裡面就好了 這個 金鑰跟RTMP Copy到這邊就可以了 好 我們怎麼Copy呢 就是先 按複製 再到剛剛的那個 盒子的那個設定 然後呢 選擇輸出設定這邊 速度設定這邊都不用管了 出貨都不用變了 都不用管他 只是後面這個要貼要變 第一個要先貼上你剛剛的那個 然後呢 距離按一個斜線 這邊要多一個斜線哦 好 那我們再跳回去剛剛那個地方 再把那個金鑰給Copy下來 這個 複製 這個是不會變的 再到這裡去貼上去 這邊 然後連起來貼上去 好 你就按 保存 然後呢 這邊 有一個按鈕 你按推流 就按保存 這樣子 這樣其實就已經開始直播了 你可以看一下這邊 反正在動了 在直播了 你看 在直播了沒有問題 那麼 你就可以用你的手機來觀看了 現在的IPCAM的畫面就直播到你的YouTube上面 我們現在是採用的是立即直播啦 那立即直播的好處我剛才講過說 第一次要設定要貼來貼去 你第二次之後你就可以不用管那些東西了 你看譬如說我現在按結束直播 結束直播 然後呢我把這電源都拔掉 都拔掉 這樣子 都拔掉 然後呢 我現在也把這個網頁給關掉 那我現在再插入一次電源 看他會不會自己立即直播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 他出現了這個 192.168.1就開始了 然後我們到 我的YouTube看一下有沒有真的直播出去 查看頻道 這邊是最準的 這邊有個直播 有沒有看到這邊 你看這邊又有又冒出來了 你看剛才這邊是 一分鐘之前的直播 這邊一分鐘之前 然後呢現在是立即直播 你看這邊又是一個新的 這邊 有看到嗎新的 所以啊那這個方法 你假如設定一次之後 你假如日後假如插浪電拔掉就可以了 但是問題是就是說 這個封面圖就 還有那些演算法排成的一些問題啦 那我們現在介紹第二種的直播方式 就是排成直播 我們先來看一下畫面好了啦 你看一樣都一樣正常沒有問題 來我們現在介紹那個排成直播 我把這個 斷掉 就斷掉 進行直播 我先將這一個立即直播的這邊給重置 他才不會等下插浪電又直播上去了 然後我就按到這邊有個管理這邊 然後呢我就可以按一個新增 排成直播 新增一個 就打一個那個 然後 這個直播軟體 用直播軟體 然後要封面圖 封面圖你可以隨便下載一個 我就隨便用一個做測試好了 我就用 這個好了 隨便抓一個好 然後按 繼續 選取 現場直播完成 不是 不是兒童的 然後 繼續 慢速 繼續 然後排成你要的時間 這個時間啊就是說你現在先排成之後 你先排成 然後 你現在排到11月1號 那現在到11月1號還有一段時間 這個youtube的演算法 他會幫你去 promotion你的這個影片 不是說只有11月1號才會直播 是說你預計 預計11月1號 我們現在譬如說現在講11月1號 我們現在的時間點是10月25號 啊我故意寫的11月1號 的我早上11點55分完成 表示說這個11月1號 的11點55分 你宣告給觀眾說 這個時候直播 但是也是可以現在就可以立即直播啦 沒有問題的 好 那沒關係 我就示範一次給你看 我等下一樣就是把這個 youtube的 RTMP跟記錄貼到那個 這個直播盒子上面去 從頭一次給你看 貼上去 然後將這個網路連上來 然後把這兩串貼到這一個盒子裡面去 好 把copy下來 看一下是不是保存成功 我們再一次 這邊 貼上去 就是輸出的地方 輸出這邊 輸出 好 然後呢 再按斜線 再按 複製 到這邊 貼上 然後按保存 好 這時候我們來看一下他有沒有在動 你看這邊有在動吧 這邊有畫面 表示說 這一個IPcam跟這個地方是通的 那我們現在來看這個 剛剛貼的那個東西是要到youtube 這個是 你看到這個畫面是這一段的問題 這一段是連線的 那youtube有沒有動是剛剛那個網址 剛貼的那個網址是 這個嘛對不對 這個是要對外的 我們來看一下youtube的那個畫面 這邊你看 這邊 已經有在動了有畫面了 然後排成直播比較討厭就是 他必須還要用你的滑鼠啊 要手動這邊 你滑鼠要手動按進行直播才可以直播啊 剛剛立即直播的話就是不用管 你不用按這個按鈕 所以可以做到全自動 我們按把他立即直播 立即直播了 好 這時候你看一下這個畫面 手機的畫面 應該就開始直播出去了 直播 確定了 就是直播出去 還有你會看到說這個黃色的這些訊息就不用管他啦 因為 這個 我有看過蠻多次 但是 對於觀看端的人來說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都不用管他 那我們講一下說這個直播盒裡面有一些參數的地方要設定的 呃 我們看一下直播盒 這邊 跟直播品質有關的是這個編碼的地方 這個數字你當然是設定越高越好 這個地方 全部全部都關掉哦 你看這全部都關 我就留下這一個 Net1這邊 全部都關掉我只留下這個1然後呢 這個數字我現在是設編碼是6000 你可以設定8000啊都沒有問題 那太高的話你YouTube會吃不到 我今天就吃6000就可以了啦 6000 表示說我編碼到你的YouTube是這個6000 這個KBPS 就這個地方 User要改的地方就這邊 可能會動到的 還有一個地方就是輸出的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推流的地方要貼上去的地方就這邊 其他都不用動了 其他都不用動 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看直播的畫面就是這樣子 這個IPCAN 成功的直播到這個盒子 我有試過 24小時都沒有問題啊 我再跟大家總結一下 你要做哪些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先確認你的IPCAN網 他有沒有提供RTSP 或HTTP的串流 請你先在你的電腦VLC做測試 你測試確定無誤之後 好 我們可以做這個YouTube直播 我們採用的是一個不用電腦 用這個直播盒 去做直播 那這個直播盒的限制條件 就是這個要同一個網域嘛 再來呢 這我們要講YouTube的直播的一些規則 YouTube直播有分兩種 一種叫做立即直播 立即直播就是他的驚訝就永遠不會變 你只要把這電源插上去 他就開始自動直播了 但缺點就是他封面圖啊 你要在事後去改就比較不好了 那還總是排成直播 排成直播的話 你還是需要來電腦去按開始 直播的這個動作 那就是要多一個動作 那好處是什麼 他的封面圖就會改變了 就一開始 封面圖就會 會在這個YT上面跟著去那個演算法的行銷 一直就播送出去了 各有優缺點啊 第三點啊就跟YT的直播的 那個遊戲規則有關 直播如果超過12小時的話 那麼他就沒有歷史的紀錄了 那就是你直播斷了之後 他就斷掉了 就就沒辦法看歷史的紀錄 12小時以下了 你還可以繼續看這個歷史的紀錄 那我個人是建議是12小時以下 因為晚上啊 只會看你的直播啊 你就早上的時候再做一次排成直播 這樣就好了 就好了